李宗盛edo宿 自己都有比賽任何 他們在台上有甚麼對抗力挑戰 他們充滿青春的活力 而且很有感染力 想特別贊他們的感情 互相對關愛 可以看到觀眾英國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很激烈的競爭 我看到其實參賽者之間有這份情 兄弟情 其實都挺打動我 另外一樣很打動我的就是 其實我自己到了這個舞台 每一次要去決定要做一些大型的表演 例如演唱會 其實要想很久才能成功 每次都是倒數的 但是我看到這班年輕人 因為一次的舞台表演 因為一個夢想 他們就很熱血和真的很進取 很珍惜那個機會 我覺得反過來是會鼓勵到我 我要好好享受我餘下的舞台 好好享受加倍去享受 其實很多都很喜歡 十個我都很喜歡 甚至乎一些落選的參賽者 我都很喜歡 但是當然今次是一個冠軍 那姜濤呢 我可以說她真是實至名歸的 她是很全面的一個表演者 跳得唱得 很多人可能只會說很多注意 就是她的外表 但是我覺得要有公道說話 我想說其實她的聲音 真的很特別 而她每一次我看著她去演繹 別人的歌曲 她都是唱到自己的風格 這件事對一個新人來說 是絕對不簡單 還有她的眼神 舞台背面那種瀟灑 我覺得除了是天分之外 我相信她在背後花了很多努力 這個她真是抵贏 那位前輩者有沒有想 可以教她 我想我不是教她 我想我跟各位參賽者說 因為是正正因為真人秀的比賽 她們經歷了這麼多的挑戰 可能是別人真是一個藝術 學幾年才學到的東西 她們這個真是很難得的機會 上了一個很好的回憶 希望她們繼續可以保持著 一個很慷慨的心 去為下一步再踏出去 K仔剛剛鋪了一張 你和林超人導演的同事外 大家都在想會有可能做 其實那次也是一個很突擊的約會 因為K仔想我去她家 去給林導演一個驚喜 所以我也是好像上次出現巡男的眼前一樣 是做同樣的驚喜 我很開心 導演又開心 我也很高興可以認識她 她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導演 但不是談工作 絕對不是的 隨緣吧